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以纪念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军和苏联军队在德国易北河桥上会合75周年 同时称赞美国和俄罗斯两国家的合作 声明说2020年4月25日 是美国和苏联军队在易北河的受损桥梁上 进行历史性会斯的75周年 当时两国家的军队进行了握手 这件事预示了纳税政权的决定性失败 联合声明强调 亦不合精神是我们各国家如何抛弃分歧 兼立信任和进行合作来追求更大事业的一个例子 声明说在我们今天努力应对21世纪最重要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向所有为打败法西斯主义而公同奋斗的人所表现出来的英勇 和勇气致敬 他们的英勇状举将永远不会被遗忘 这份声明的时机颇为不尋常 《华尔加日报》表示 上一次美俄两国家发布纪念疫不合会合的联合声明是在2010年 当时奥巴马政府在寻求和俄罗斯改善关系 世界各个国家面对的除了疫情之外 还有经济普遍下滑 中共病毒疫情蔓延到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 几百万人感染 二十几万人丧生 疫情除了危害人类的生命健康 也同时重击全球经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 Jita Gopinav 这个月初在博客中写道 这是一场真正的全球危机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幸免 很多经济学家警告说 全球各个国家大范围的封锁措施 将会加速失业 现在这个效应已经逐渐显然 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 在过去的五个星期里面 有超过2600万人失业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3月份的失业率就是4.4% 达到了2017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有很多国家的失业率也有所上升 中国是5.9% 澳洲是5.2% 德国是5% 韩国是3.8% 香港的失业率也升到4.2% 在近10年的高位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 失业率上升是无可避免 希望不会升到5%的水平 受封锁措施的影响 美国、中国的零售店和商家关门 消费者留在家中 销售额急剧下降 一些大型零售商 例如亚马逊的线上销售虽然激震 但也没有办法阻止整体下滑的趋势 除此之外 疫情之下 依赖中国供应链的各国制造商 面临生产材料和零件 即是中间产品短缺的问题 更麻烦的是 中国工厂的暂停营运时间超过预期 随着更多的国家实施封锁措施 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受到打击 一些被迫暂时关闭 而那些被允许继续营运的公司 面临没办法拿到中间产品和材料的风险 另外 全球消费者留在家中 对商品的需求大幅减少 加剧了制造商所面临的挑战 世界贸易组织 WTO在今个月公布的最新预测中表示 今年全球贸易额可能暴跌12.9% 最差的情况可能暴跌到31.9% IMF预计 今年的全球经济可能会萎缩3% 明年可能出现5.8%的反弹 不过全球经济活动将无办法达到疫情爆发之前的预测值 因为受到疫情冲击 中国大陆今年的财政收入大幅减少 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不能准时向公务员出粮 中国财政部日前公布的资料显示 今年的1至3月累计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6万亿人民币 同比下降14.3% 其中3月份的收入更加暴跌到26% 地方政府财政更加捡献 根据腾讯网报导 东部地区某院财政人员披露 这个院自发生疫情之后 公务员工资经常要拖到月底才能发放 他透露 当地3月的财政收入下滑50%以上 不够基本支出的一半 工资发放只能借钱 当地的另一位知情人士说 当地几个院都遇到了出粮困难的问题 大部分地区的财政收入都是负增长 中国一位金融机构人士就表示 机构借给地方的债务已经过期 只不过受到瘟疫的影响 没办法过去催款 根据他了解 欠债的园区现在利息都给不到 东部是中国大陆经济状况最好的区域 财政都是这样 中西部政府更加压力极大 正因为这样 中共高层305新在全国强推复工复产 但不少工厂和企业复工之后 因为没有订单刚刚开工就要停工停产 开工意味着营运成本大幅增加 压力更加大 同时4月以来 大陆各地的工厂和仓库离奇失火 可以说已经到了风火连天的常态化 情形相当诡异 10月14日 江苏扬州广邻产业业园里面一间汽车配件厂着火 浙江绍兴全国最大的捐丝羊毛衣厂着火 张家口市康宝苑聚宝制民食品有限公司发生火灾 广东肖庆月城金信通陶瓷厂发生火灾 浅西省西安市的图书馆竟然也在当日发生火灾 有网友发出短片分析说 反正生意做不下去了 一把火烧了有保险赔 保个本总是可以的 他预测烧工厂、烧粮仓 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大陆的一个奇观 而在4月12日 河北秦黄岛口岸仓库发生火灾 深圳福田中信证券大厦发生火灾 结果消费了投资者的账目 情形也相当古怪 有网友感谈 火灾火灾火灾 到处都是灾难 2020还会有什么灾难 除了大量的火灾事件 还有深圳企业老板 也因为绝望、愤怒破坏了机器的事件 业界人士表示 因为供应链断裂等的原因 目前深圳工厂复工率只有两成到两成半 估计几个月后 或者会有八成的工厂关闭 旅居美国的民运人士唐伯喬认为 中国正在出现新的产业链 有人负责纵火 保险公司负责赔偿 有人负责重建 于是失业率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除了实体经济之外 金融投资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近期 国际原油价格一度跌入负值 中国银行旗下的原油保期货 出现了少有的穿仓 投资者不单只血本无归 还需要向中国银行 再赔两至三倍的保证金 有推测说 中银的散户损失超过300亿人民币 受害人过百万 自从亚洲电台报导 投资人赵先生 不单只6万人民币的本金 血本无归 还度赚银行13万 损失最大的一位投资者 原本投资额300多万人民币 结果结算之后不单只亏了 反而度赚银行近500万 原油期货投资 原本是石油公司 和原油大亚使用者之间的风险 对冲工具 但亦是很多投机者 希望谋取利益的市场 投机人士利用资金杠杆买 期货希望谋取暴利 但5月到期期货价格疯狂波动 而中国银行操作失误 导致不少中国投机者损失巨大 中国银行发声明声称 苯于其有跌至负值之前 多头不存在强制平仓制度 而跌至负数价格 发生在北京时间晚上10点之后 中国银行不再负责看着市场价格 和强制平仓 实际上 中国银行的原油保设定了 客户本金规算八成强制平仓制度 同时规定投资者下达买卖的指令 银行境外账户同步执行 和时间无关 不少投资者认为 中行的声明明显在狡辩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 中国一名期货从业员说 中国银行的原油保 实际上是中行无疑的一个买卖虚拟盘 由中国银行和投资人在对赌 大陆财经网亦分析透露 原油保是代客理财 交易原油期货 客户开设的原油保账户 即是中国银行内部的账户 资金绝对没有移到境外交易所买卖原油合约 吴分析说 能量在内部电脑主机模拟原油期货交易环境 被投资者登入系统之后 可以看到境外原油期货实时的变化交易行程 自由可以根据行程报价买入或卖出 令投资者以为是直接买卖旗有合约 大陆的证券市场周刊 4月23日刊登特约记者胡东辉的分析认为 中国银行在交易里很可能 并无按最低价平仓 损失并不是那么大 文章质问 为何中国银行要按负37.63美元的最大损失价格 和投资者结选 相当可疑 4月24日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 妙去王小雄北京市公安局长的职务 由他的副手齐燕军接替 之前 王小雄以公安部副部长的身份 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王小雄是习近平的亲信 有分析认为 这个意味着 王小雄很快就会接替能禁退休年龄的赵克志 出任公安部部长 这是孙力军、傅政华之后 中共政法系统的又一个移动 显示 政法系统将会有新一轮的清洗 王小雄早在90年代 习近平担任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 曾经担任福州市公安局长 负责习近平的安全保卫 算是习近平的一个贴身保镖 据说 王小雄当时住在习近平的楼下 由于彭丽婉不住在福建 习近平公干的期间 经常将女儿习名扎 记住在王小雄的家 而是王小雄对习近平非常忠心 延年62岁的王小雄 2015年3月 从河南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职位 上到北京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一年后又兼任公安部副部长 2018年3月升任常务副部长 2019年11月 兼任公安部特勤局党委书记、局长 原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落马后 公安部特勤局开党务电话会议 王小雄要特勤部门向习近平效忠 声称要牢记公安姓党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耳边封栏目的刊登文 将引述爆料 这次调查孙力军 本身是一项经过精心策划的行动 孙力军2月份被派到疫情中心武汉督到维稳 是习近平阵营的一个特意使出的调虎离山之计 将孙力军使开到武汉 目的是方便王小雄折管孙力军的工作 大陆负商郭文贵曾经爆料说 孙力军和香港警察的关系极为密切 孙力军作为公安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 在香港关仔军气厂街1号的警察总部警政大楼有他的办公室 他是香港警队的直接上司 还说 反送中运动里面好像浮屍、跳楼等的惨案 都是孙力军在幕后主使的 有分析指当初在反送中运动里面 或后操控的人孙力军突然被清洗 围绕高层权斗、蒸发委系统再次出现大震荡 恐怕会波及香港 香港的未来存在诸多的变数 今天的《纪元》头条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收看 守护真相永不放弃 我们坚守需要大家的支持 多谢赞助 我是黄水秋 明天见